哎呦 赵特宗这边位置是跑出来了 球没有上键 像粉狼二阶一打成 在本轮比赛中 福建近江文旅队在主场迎战八一南昌 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八一南昌今天身轴的是一身红色的战袍 要球来攻 现在是12比3 这球强重内线 要杀伤 可能文日之导 这边 刚才这个暂停也是要强调一下 要提高进攻的成功率 赵展欢打进了一个 八一队终于打进了第二个运动战进球 这道内线是要位打呀 并没有安排这样的战术 哦 这边两分算进 我们看八一是这样一个策略 就是孙哲呢 因为他防不了许荣豪的远头 对吧 所以说呢 把孙哲换下 孙哲跟内线准备要位啊 但是球没有往这边给 这是一个运球伪力啊 没有问题 这局发挥来带动球队前进 光靠两个外援肯定是不够的 选择自己攻啊 这边过渡一下 低脚强头 篮外空心 刚才这球领着黄一超啊 本来只想给他一空中接力的 但是确实难度上大了一点 哎呦 赵特隆这边位置是跑出来了 球没有上键 上粉狼 而且一打成 不好温上环球剑 两个人所在 今天也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新潮 大家能讲什么的好不好 手法用的太狠 啊 啊 脱内下 这边一个变相啊 又是要道的犯规 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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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走 别走 别走 哦 那福建攻的八一可能也要攻 哇我们是头一个吧 三分并重 120比81 这应该就是最终的比分了